伊莓方法地坡 越前方 这是到兵团 这是的带着帽子 这就是 那时候跟我父亲 到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 杜伊明帮我们拍的 在这边 沈美娟 沈醉的女儿 对于自己这位曾在国民党军统中 担任总务处少将处长的父亲 沈美娟有着太多的心酸与快乐 1949年12月9日 沈醉作为战俘被关押后 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从小到大十几年 能够叫个爸爸都没叫过 也没叫过爸爸 也没叫过妈妈 在沈美娟人生最初的记忆中 父亲沈醉的名字 代表着一段遥不可及的亲情 她并不知道 在她出生之前 沈醉这个名字 曾经是如何地让人 文之声句满怀唾气 沈醉1930年代 开始担任国民党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 人称军统三剑客之一 曾负责组织策划谋杀宋庆林 鲁迅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参与焚烧扎子洞 制造1127惨案 1949年12月10日 为求自保 沈醉在将妻子和六个儿女送往香港之后 不情愿地发表了这篇起义的电文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 沈醉在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到香港后 她的妻子立即让自己的弟弟带着五岁的沈美娟返回大陆寻找丈夫 当沈美娟跟随舅舅返回内地的时候 传来的却是沈醉已被镇压的消息 从那时起 沈美娟便被家人告知 自己是个已失去了父亲的孩子 我回长沙那时候 我舅舅也是半夜里 人家闯来把她带走 就再也没回来 后来听说镇压了 关于起义 沈醉是这样说的 我是被迫起义 并不是什么食食物的俊杰 只是一个怕吃眼前亏的人 1950年3月 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并非真心起义的沈醉作为战俘 交到了进入昆明的人民解放军手中 从那时起 这个国民党军统中的冷面杀手 开始了她十年的铁窗生涯 在沈醉服刑期间 沈美娟再没有能回到母亲的身边 一直寄养在湖南亲戚的家中 1960年冬天 作为人民政府特赦的第二批战犯 沈醉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 这一年沈美娟十四岁 我母亲也是看到报纸以后 就写了封信到云南公安局 然后转到了北京 我父亲他知道我在长沙 他就写信到我 那时候在湖南长沙七中 第七中学上初中了 那时候他特赦就在红仙农场劳动 劳动一年不是吗 他说得特别想见我 就要暑假让我过去 那时候我特别高兴 还不是说能见到父亲 是到北京 那小孩在外地孩子 能到北京来玩 哎呀 特别兴奋 1961年沈美娟怀着一心的好奇 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而对于沈醉 沈美娟只知道父亲 曾是一个国民党军官 一个特赦的战犯 我外公他们说 我父亲过去年轻的时候 也挺不留替他们的那样子 挺精神的那么的人 那我就印象中 可能应该是那么一个人 这是沈醉年轻时 所拍下的一张照片 在他担任国民党军统局 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时候 年仅28岁 与沈美娟想象中的父亲 相差并不太多 我父亲那时候 在红仙农场劳动 晒得黑不溜秋的 然后戴一个灰不垃圾的帽子 我穿一个那西式短裤 一背心 特别老土那样子 这是1961年沈美娟刚到北京时 与父亲拍下的合影 那一年沈醉47岁 由于半天才轻轻叫了一声 爸 那时候我也胆子比较小 才上初一初二了 那他就 我爸我就看了眼泪 他戴了黑边的眼镜 完了眼泪就出来了 这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粮食与生活用品都是定量供应 当时沈美娟到北京的一切费用 都要从沈醉平时口粮中省下来 一个星期后 沈美娟结束了她的北京之行 回到湖南继续读书 没过多久 她又接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中说 沈美娟的妈妈 要从香港回来 和她们妇女团聚 这张看似团聚的照片 是沈美娟的母亲与子女们的合影 说她看似团聚 是因为照片中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沈美娟 另一个便是她的父亲沈醉 1953年 远在香港的丽颜平 得知丈夫沈醉被镇压后 便不敢再回内地 而跟随舅舅在内地 寻找父亲的沈美娟 也再没能回到母亲的身边 我母亲不回来 因为她过去就已经改嫁了 改嫁在那边已经生了孩子 她是想回来的 1961年沈醉一连几个月结衣缩食 将分别了十几年的女儿接到了北京 虽然沈美娟对父亲表现的有些陌生 但妇女团聚的喜悦 还是让沈醉十分的高兴 一个星期后 沈醉将女儿送上了返回长沙的火车 沈美娟回忆 在她回到长沙以后 她的母亲从香港给父亲发来了一份电报 使得父亲欣喜若狂 1962年吧 她就来电报说 她决定回来了 叫我父亲去接她 接到电报后 沈醉激动得像个孩子 向北京市民政局借了路费 请了假 逢人便说 见人就讲 我的太太要回来了 当时沈醉还在北京红星公社旧工大队劳动 那时候我父亲出去 你想刚特赦 经济上各方面都不行 而且到哪去 你的经过各级各级的批呀 最后她申请民政局统战 完整挺支持她的 就给她准备路费 给她安排住宿 跟那个网中民政局都联系好了 想到可以和分开十多年的妻子 丽燕萍破镜重圆 沈醉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女儿沈美娟 她去的时候我们也见了面 见面就说都很高兴 就说的 这下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我妈妈回来以后 然后她就可以我们一家人 一家三口在一起 在长沙与女儿分别后 沈醉匆忙地踏上了 开往广州的火车 就在她刚刚踏上广州的土地 当地民政局负责接待她的同志说 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 你的妻子又有电报 发到北京 我妈又打了个电报到我们北京说的 暂时不回来 我妈妈这一不回来 她就不想到后来能接我过来 她就简直就是觉得天都有塌下来那种感觉 所以她在广州等了十天煎熬的不行 打电报打电话都结果都说的 有牙疼又病了就不回来 沈美娟长大后 无意中发现了父亲在广州时写下的一篇日记 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一边流泪 一边轻轻地叫着雪雪的名字 像神经病人一样东倒西外的信部走去 几次都几乎撞到来往的汽车和单车上 回到旅馆 我再也忍不住 哭了起来 看完之后 沈美娟很是心疼 她在广州她就已经病 但是也有点心脏病 后来她就 回来再见了我以后上车 她就昏倒 昏倒以后后来又 吃了点药吧 然后到北京后来就住院 那时候就觉得 我妈就可能回来的希望很少 看这张照片 很难让人把这个一眼沧桑 穿着普通的中年人 与曾经策划暗杀宋庆龄 鲁迅等多位爱国人士 与共产党人的军统特务沈罪 联系到一起 在铁窗内的十几年 沈罪没有一天不盼着早日与家人团聚 开始觉得说要回来 就高兴得就是不得了 就到时候我太太要回 我妻子要回来 我妻子要回来 可是她一说不回来 她就能几天都吃不下饭 1962年 48岁的沈罪 结束了农场劳动的工作 被任命为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 文史专员 当时 国家为了照顾特赦战犯的晚年生活 批准所有在北京的特赦人员 可以把分散在大陆各地的妻子儿女 签调北京 那是周总理那时候就有一个指示 就是说希望你这特赦人员 能够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凡是亲属 直系亲属在国内的都可以接到 凡留到北京都接到北京来 那我那时候在长沙考的高中 考到原来的母校 那就拿着那个通知书 直接到北京 教育局给我就安排到北京 有六周 在北京 沈美娟度过了三年最愉快的时光 遗憾的是 好景不长 就在沈美娟即将高中毕业之际 小说红颜 风靡全国 而书中所提到的那个十恶不赦的言罪 便是以他的父亲沈罪为原型 所塑造的人物 1965年 在我的催促下 家父才和雪雪办理了离婚手续 结束了他和雪雪的那段孽缘 但我知道 他的心至死都在挂念着他 都在爱着他 这一年的夏天 沈罪和丽雁平办理了离婚手续 并在女儿高考结束后 再一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照片中的女人 就是她的第二任妻子杜雪杰 这时 51岁的沈罪 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担任文史专员 我说妈也不能回来了 我机上考上大学 我也会 我考完大学 我也会智孝 您一个人在家里 我也不放心 挺孤独 我知道我一出门几天 我父亲都会觉得特别孤独 就没招没闹的 那我说的 那你必须得有一个 有个伴儿 当时 17岁的沈美娟 为父亲能够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而感到高兴 但她与这位继母的关系 却相处得很意外 这年夏天 高考分数公布 沈美娟的成绩还算不错 但大学的校门 还是将她挡在了文版 当时我父亲就到处找 就问什么原因 去查分什么的 成绩挺不错的 这人说 严罪的女儿谁敢说 严罪 小说红颜中的反面人物 这本畅销于1960年代的小说 描写了全国解放前击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在中美合作所 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时机 小说内容 大多取材于真实的人物和故事 而沈罪便是小说中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 言罪的原型 父亲自己告诉我 他说的 因为当时 红颜这本书出来以后 好像那个渝南电影演员 找他们要拍那个花剧 江姐的话剧 就去找过我父亲 1949年9月 沈罪指挥着昆明的特务机构 一夜之间抓捕了300多人 顿时昆明成了恐怖之城 11月27日 国民党特务在杀掉 已经抓捕的300多人后 又将渣子洞烧毁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 1127大屠杀惨案 但沈美娟实在难接受这一现实 因为在她眼中 沈罪一直是一位 对自己百般宠爱的父亲 对母亲柔情似水的丈夫 我说沈罗指挥着和我父亲 本身的差别太大了 我说可能就是经过 这么多年改造吧 变嘛 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 离开我父亲 然后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少一点 我父亲就为我没考上大学 这个事特别累疚 特别又觉得是他害了我 我呢虽然也有怨 但是我也觉得这他也没办法 为了缓解父亲的压力 重新勾勒自己的人生 沈美娟决定离开北京 去宁夏建设兵团 做一名支边情人 但她却并没有把这一想法 告诉自己的父亲 直到1965年10月 当沈美娟要离开北京的时候 沈罪才知道 女儿又要离开自己了 我说爸给我编壶 但我爸的眼泪就在眼川里转 后来上车的时候 我父亲就陪我走到那个车门口 他突然 在临上车 他看到我要迈上的 下意识就抓我一把 当时 当时那 又马上又放开 就那一抓一放 我就感觉我父亲那种不舍 那种心疼 当时我眼泪就快下来 当时我又忍着 到了车厦门口 我就叫我父亲赶紧 就挥手吧 就伸出头来 我说你回去吧 当父亲的身影 随着火车的远去 渐渐变得模糊时 沈美娟才留下 暗藏了许久的泪水 1966年夏天 文革开始了 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担任文史专员的沈醉 因为过去曾是国民党军统 总务处的少将处长 而备受关注 第二年 当远在宁夏的女儿沈美娟 回到家中探亲 得知父亲沈醉 不但没有被调查 还协助有关部门 核实一些材料 才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沈美娟 回到家中的第三天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睡梦中的她惊醒 突然就听见咬咬咬咬咬敲门 人家一闯进来 就说 我父亲 当时我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姬母带着另外一个人 就直接就冲到我那小屋去了 我一下吓得就跳起来光了脚 看着自己的父亲 沈美娟猛然想起了 童年发生的一件事 1950年的一个晚上 因为咬咬与父亲 在解放前的特殊关系 咬咬被几个人带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得知 她的咬咬被镇压了 而如今 类似的场景 再次浮现在她眼前时 被带走的 已是她相依为命的父亲 她就特别震惊 把手表什么 都脱下钱包 都拿给我寄母 说的 放心吧 我没事 就是审醉的这一句 我没事 父亲再一次音信全无 而回到宁夏建设兵团的 沈美娟也受到了牵连 被说成是 一心想逃往国外的特务 这是沈美娟 1971年 在宁夏结婚时 所拍下的照片 那一年 她26岁 对于婚姻 她是这样描述的 我再也顶不住了 万念俱灰地 把自己嫁给了当地 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 做好了老死西北边陲 那偏僻农村的打算 我二十四五 二十五六都不找对象 就是想往国外跑 我的亲人都在国外 我当时就觉得 一个是 我看得上人家不敢找我 省政的女儿谁敢站边 人家愿意找我 我还看不上 结果我就一直就没有谈对象 而且觉得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父亲都下落不明的时候 我也不愿意找 父亲被抓走后 沈美娟一直坚信 父亲活着 可是一年两年 直到第四个年头 沈罪依然没有一点消息 就这样 沈罪再一次 在女儿的心里死掉了 像我父亲这种身份 被人打死 被招反派打死 那都很正常的 而且你都没法问 所以我觉得 我父亲肯定不在了 我就觉得 我就只能就在这待一辈子了 有这么一个好的 比较善良的人家 能接纳我 我觉得很满意了 父亲失踪以后 沈美娟与关系并不融洽的继母 几乎失去了联系 结婚以后 沈美娟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一年后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 还没等孩子满月 一封从宁夏建设兵团 转过来的家书 让她失声痛哭 突然接到兵团转过来一封信 我父亲呢 说她 没事 说是被监护了五年 哇 我接那封信叫放声大哭 一个是父亲还活着 又高兴 再一个 我这 你早出来两年 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哎呦当时真是 觉得这真是太那什么了 所以就 大哭一场 但不仅毕竟还是 只要我父亲还活着 这种还是高兴的事 1979年 沈家迎来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沈罪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板 并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名誉 沈美娟一家四口 也因落实政策迁回了北京 这时沈美娟已从一个19岁的少女 变成了一个33岁的母亲 为了追回已经流逝的青春 沈美娟考入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第二年 她与父亲沈罪来到了香港 见到了三十多年未曾谋面的栗燕萍 这三十年没见到 你想 三十对妈也没什么感情的说在的 而且那有点怨他当初不该送我回来 不该 我爸去接他 没有回来 从香港以后 我就慢慢地对父亲就有所了解 那时候就不是很了解 就是我父亲就感觉 过去就感觉就是慈悟 到了香港以后 沈罪的其他儿女以及朋友 纷纷劝说他留在香港 或是去到台湾 但都被沈罪拒绝 这让沈美娟感到很不理解 那时候我姐姐她们都要我们留下 是不是就不回来 当时我走之前有这种想法 我父亲说的 共产党对我这么好 这么照顾 这么信任我 让我带着我唯一的女儿出来 我怎么能不回去实信 对不对 我不能我们能对不起 再说了 你要我留下 留下要我写什么 写共产党的什么 他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不好的 从香港回来后 沈罪于1981年撰写的 我这三十年一书风行全国 就这样 沈罪在北京安逸地度过了 他生命中最后的16个年头 1996年3月18日 沈罪因结肠癌 在北京肿瘤医院去世 享年83岁 之后沈美娟颤抖着双手 在父亲所留下的遗嘱上 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沈罪在临死前决定 将自己的遗体捐献 供解剖研究使用 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不如生的一个 普通老百姓家 起码不会有 这么家破人上的遭遇 也会从小就会有互爱母爱 但是后来跟我父亲接触多了 对他的真见和他了解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觉得能作为他的女儿 我也觉得挺重要 对于父亲 沈美娟曾有着不解与迷惑 而当他接纳了现实的残酷时 得到的是一种父亲的慈爱 与庇护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人们总是加快自己的脚步 避开黑夜 所带来的恐惧与彷徨 当时美娟意识到 这轮红日结束了一段痛苦的回忆时 其实他也开始了一段快乐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